本日的辯題是 港府要推行都市戶體肺物收費計劃 政方 香港公開大學 反方 香港科技大學 首先介紹今天擔任自由杯辯論比賽的評判 香港中文大學公式教育部領袖培育課程副主任梁啟智博士 雅聯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長劉偉文先生 先鋒蕙昌莊收工程有限公司總經理張偉傳先生 自由黨區務主任張兆偉先生 黃曼星區區議員陳安太先生 這班介紹雙方辯論員 首先是香港公開大學主任 第一副面 莊 烈陽同學 第一副面 譚正義同學 第二副面 何其鏗同學 第二副面 熊晨熙同學 第一副面 黃俊傑同學 第二副面 黃雅萍同學 第二副面 黃雅萍同學 第二副面 鍾淑屬研同學 第一副面 黃雅萍同學 第二副面 鍾淑屬研同學 在比賽未正式開始之前 請台上兩員到台前示麥 首先請正方主任 主席 評判 各位大家好 其實我話說回來 都是第一次參加大專的辯論比賽 對於大專辯論比賽來說 很多事情都是剛剛才學習 就好像這個示威環節來說 我真的以前完全沒試過 在這幾天準備這條辯論比賽的時候 我覺得有些事情是得到很深刻的體會 就好像我和同學每天預備這條辯論比賽 預備到十二點多 而學校又沒有宿舍的時候 每晚都要回家 回到家都可能一點多兩點 第二天早上可能九點多 又要回到學校預備這條辯論比賽 真的是非常之辛苦 足足一個禮拜 真的很難忘這個禮拜 但是我覺得這個禮拜 我真正體驗到 在辯論裡面尋找的樂趣 可以和一班同學一起 經歷了這個禮拜 我真的覺得在我第一年讀大學的經歷裡面 真是不生難忘 謝謝各位 他忽然遠全都在致uma 真是不生難忘 每次提到 mort se 中文辩论队 多谢五位评判 和各位现场观众 在星期六都来到欣赏比赛 和担任评审的工作 其实也要多谢自由党 和思辨机筹办了自由杯比赛 让我们可以第一次和今开大学 一起起初辩计 今次的辩题又是关于环保 其实环保辩题 自己也打过很多次 也很害怕评判再听 觉得很闷 所以今场我们科技大学 就希望可以用一些新的角度 和刚才的思维去研究这一场辩论 希望各位都会听到 一场你们记得和大学的辩论 谢谢各位 主席、评判、在座各位大家好 我想趁这个试咪的画节 和大家分享我一个小小的生活片段 我有一个小了15年的妹妹 她现在读着幼稚园的高班 有一天她给了我看一幅画 那幅画里面有一间屋 屋的旁边有三座黑黑的小山幽 接着在旁边就是学校 我问她这幅画的主题是什么 她说我画这幅画是我们未来的香港 我就奇怪了 那三个黑色的小山幽是代表什么 她就跟我说 老师教我们 原来我们制造的垃圾很多 已经堆到我们家了 接着她就继续说 姐姐 我们以后不会制造那么多垃圾 我们要为我们的环境出一分力 接着我听完之后 我觉得很欣慰第一刻 因为我觉得一个五岁的小门妹 已经懂得这个环保的重要性 但下一刻我已经很担心 我担心我们香港的将来 会不会真的好像她的幅画所说 那样 垃圾将会堆到我们的门口 我们的门口一走出去 就已经有一个个黑色的小山幽 在座各位 希望你们 在你们日常的生活里面 都可以减少废物 做到环保 为我们的环境出一分力 为我们的下一代 为我们香港的将来着想 多谢大家 大家好 早前的财值预算案和六千元的修正案 都通过了 不知大家想着六千元有什么洗钱计划 我身边很多朋友都想着去旅行 我自己的室友也想着买数码相机 但是去买数码相机又去旅行 只是为我们带来一时的快乐 大家有没有想过 譬如在我们中国一些山区的同学 或者在日本刚刚地震源的灾民 我们捐少点钱给他 可能不是一时的快乐 那么简单 是令他读到多一年书山区的同学 譬如日本灾民 他有更加多人 可以吃得温饱 我自己想着 将六千元的一部分 捐给慈善机构 不知大家又会怎么做呢 多谢各位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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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我们可以尽量全力做得最好 谢谢大家 有请考当与父 有请考当与父 有请考当与父母 大家好 其实我个人是一个很喜欢吃东西的人 但是我每天都不明白 就是在公展会的时候,我不明白为什么人们可以排数小时,就是为了拿两只免费鲍鱼 早前我看了一本书,就是经济学书,叫做《谁说人是理性的》 里面说到有个原理,叫做凌价效应 原来人面对着免费这两个字是会控制不了,是会抗拒不了 见到免费这两个字的时候,就会失去了理性 这样就会付出一些食物都不值得这么高的价值的代价,去得到那些食物 其实在这里,我觉得看经济书的确可以学到很多东西,也很有趣 因为它将我们日常生活中一些很简单的事,快作理论去解释的时候,看起来有多有道理 当时一个学习的过程,其实人是会很开心的 今天辩论是一个学习的过程,看书同样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所以我在这里,诚意向大家推荐这本书,谢谢各位 今次,依照发言次序,有请法方FB 大家好,其实在之前开会的时候,有一天我和师姐一起开会 途中她就说,真是很开心见到你们可以来庄,你们接庄 也很开心见到你们有这么多进步,见到你们的成长,觉得很欣慰 其实我很想在这里趁这个时候和大家说,其实有很多时候,鲜花的美丽,都是因为六叶的滋养 我们的成长,同样是因为你们的培养 很多谢你们一路而来,陪伴我们,令我们台上四位新人都可以得到很好的成长 我也很希望,今天在场地用变缘,也可以在变缘的世界里面 找到自己属于自己一片天空,可以展翅傲场,多谢各位 谢谢,谢谢 nous,有请正方FB 市米市米市米,市米市米,市米主席,评判,爵爵各位,大家好 准备的辩论当中呢,很多人都会觉得很辛苦,因为要用很多的时间,很多的心机 我都见到在这个星期里面有同学是哭过笑过 但我想跟大家说虽然我知道你们辛苦 但我知道你们很努力 在场的各位公开大学的辩论队员 可能我们的经验不够 但我们不会用这个理由去偷懒 或者是不尽力去做好我们自己 我一直都跟大家说 很想大家可以在一个辩论的比赛当中 尽力做好自己 找到里面的乐趣 享受一场比赛就足够了 多谢各位 这边是宣布比赛规则 今天的比赛将以粵语进行 请双方辩论员使用粵语发言 比赛的第一部分是双方主辩 至第二负辩依次发言 主辩有四分钟 负辩有三分钟 第二部分是台下发问 每方轮流向对方发问三次 答同问都有一分钟的时间 第三部分是自由辩论 正反双方各有两分三十秒时间发言和回应 第四部分在这边 每人有四分钟 当每位辩论员发言时间上限一分钟时 便计事员将明钟一次 以示发言时间即将结束 在发言时间完结时 计事员将会明钟两次 辩论员应立即停止发言 若辩论员继续发言 达15秒或以上 辩论计事员将会不断明钟 以示范辩论员以千月15钟的缓冲 辩论员将会被扣分 每月5秒扣5分 不足5秒亦当作5秒计 请问双方对赛规有没有移民 如果没有移民的话 比赛正式开始 辩论是港府应推行都市固体费物收费计划 正方香港公开大学 反方香港科技大学 有请正方主编 你有4分钟的时间 准备好声音计事员事宜 主席 评判 各位大家好 在否释今天的辩题之前 大家试下想象一下 香港再无空间去处理 每日庞大的垃圾量 沦为臭味还日的垃圾港 会变成怎样呢 其实有不少环保团体和专家都表示 香港目前的3个堆填区 相计会在6年之内完全饱和 要从根本处理都市固体费物的问题 已经是刻不容缓的事 那什么叫做都市固体费物呢 根据香港环境保护处的定义 固体费物是指固态 半固态 和置于容器之中的气态物品 无论建物品还有没有利用价值 只要是被弃制 就称为固体费物 而都市固体费物的来源分别有 家居工业和商业费物 香港政府早在2004年 就已经向立法会提交 都市固体费物管理政策大纲 而都市固体费物的目标有三点 第一 从源头减费 即是要减少费物的排放 第二 增加回收 即是要将原本应该拿去回收 但是又被人弃制了 堆田区的费物回收 这一部分是应该由市民和工商界着手 第三 减少有用资源落入堆田区 从而减少可回收的固体费物 棄置量 这一部分是应该由政府制定政策上着手 虽然香港早在90年代初 已经推行多项的外展计划 但是21年来 香港的费物排放量不跌反升 可能不说你不知道 原来香港人均家居和商业费物的制造量 是每日超过2.5公斤 约为台湾和南韩的三倍 而费物数量大约是每年3%的增长 而实际人口增长率其实只有1% 可见费物问题需要由根本着手去处理减费 加入经济猶因 利用收费计划从而推行 以及普及减费的目标 三十会的何建宗就曾经这样表示过 真正推行环保是需要利用有奖有罚的方式 鼓励引导和迫使市民从事更环保的行业 例如市民棄资的垃圾就要收费 将可回收的费物拿去回收 就不需要收费 收费计划应以污者致富的原则 而收取的费用会以专款专用的形式 容易推动和运作这个计划 港府对这个计划的收费形式将会参考其他国家的述例 现阶段我方认为应该按量收费 今天我方认为港府应该推行固体费物收费计划 是确保可回收的费物减少被错配送往堆田区 如果增建焚化楼或者增建堆田区 都是为了处理庞大的垃圾量 这样只是和我们三大目标难缘不辞 而都市固体费物收费计划 是能够从根本去处理垃圾的问题 减少固体费物的排放 并且减少对环境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就例如征收胶袋税之后 每日的胶袋用量是比征税之前大减八成之多 香港平均每日产生9000吨的固体费物 当中大约有3000吨是存余 3000吨为不可回收的费物 即是说依然还有3000吨可以回收的资源 错配地去了堆田区 可见目前的政策依然有很大的改善空间 反攻台北在推行加入经济诱因计划之后 五年间的垃圾量大减三成 气质量更加急降六成 一个与香港经济和政治体系相似的城市 能够成功实施费物收费管理计划 可见香港是有足够的能力去实行 固体费物收费计划除了台北 还有新加坡和韩国这些都市都有显著的成效 除非友方证明都市费物收费计划 不能够达置我方的三个主要目标 透过今天的面题理应成立 多谢各位 范芳主编想用时间为4分11秒 无挂事无需求分 现在有请范芳主编 有4分钟的时间 准备好前向继续事员事宜 试咪试咪 主席评判最座各位 大家好 今天友方作为正方 但就完全没有和我们解释过 收费计划的详程 友方今天说要计划是要鼓励分率 但事实上可不可行呢 如果有市民将不属于分类的垃圾 都等落三室回收箱 执法人员又怎样捉呢 执法人员又怎样去判断 哪一袋垃圾是有分类呢 今天友方说要按量收费 但没有和我们交代过 每一个交代多少钱呢 友方如果连这些基本的计划细节 都没有交代清楚 又怎样和我们正立面题呢 今天友方一直和大家说要搞环保 友方是绝对同意 也都明白丢田区把握 臭味还溢的问题 但要问的是 怎样才可以搞好环保呢 有方也有提及到收费计划的目的 是要鼓励市民尽量减少费物 但结果做不做到呢 在2006年的时候 政府曾提出过 都是固体费物收费试验计划 但结果是怎样呢 反应冷淡 参与率只有不足5% 而且费物数量根本没有减少过 并且参与的屋远都表示 计划一旦实施之后 因为监管非常困难 所以会出现严重的非法傾倒问题 令到后楼梯屋面附近 都有很多垃圾 好了 我们再看看香港现时垃圾的种类吧 根据环保署的资料 原来在煤发被回收的垃圾里面 有一半都是厨余 厨余是烹调必需制造 本身已经没有什么缩减空间 好像煲汤煲剩的猪骨 也不是成产的铲皮 根本已经没得减少 好了 有一半是厨余 其余的部分 就是不能够不同的包装了 例如杯面用的 就是难以分解的发布胶杯 糖果饼干用的 就是一些独立包装的纸盒 我想问在在各位 这些包装 究竟是香港人不华保导致 还是市民根本没得减呢 评判在在各位 我们要推出一个成功的环保政策 我们要考虑计划的可行性和合理性 今日我方反对变题 在基于以下两大原因 第一 欠缺成效 影响市用 这个政策有它的成效作用 不需要一定一个健全的检控机制 和得到市民的支持 面对一个横盖面这么大的计划 有方究竟有没有考虑过香港的实际情况 香港有95的居民都在高楼大厦 高楼大厦一层多户 一户多层 如果在垃圾防范有一袋 没有分类的垃圾 都放入专用胶袋 执法人员是否要每一袋都打开来检查呢 又怎样可以做到有方所说的提高分类呢 执法人员如果不能够在那里打开检查 根本就不可以鼓励市民去分类 做好环保 参考成立相似的建筑业废料收费计划 实施之后 非法谈到废料的个案 竟然多了足足四倍 就每大学生物学系教授王门中指出 在计划之后 市民仍然没有网管 到时候后巷加变岭的地方 就会见到很多不同家居和工商业的垃圾 严重影响公众使用 第二 错误手段 药石乱头 今天大部分的垃圾都其实是由源头产生 生产需要用什么的物料 需要用什么的包装 市民根本没得选择 为什么政府要向市民收费 而不是大力推动生产者责任制 向生产者提供支援 发展相关技术呢 再者 香港相比其他地方 例如台湾 回收业仍然非常适美 根据环保署的资料显示 原来现时香港有超过六成的垃圾 都是没有被回收再造 家居处也占了大部分 环境局局长邮同和我们说 今天香港要做的 就应该资助回收工业 才可以真正搞控香港环保 同时外方也建议政府可以多加推行 鼓励式的政策 例如兴建存余中心 或者政府部门以身作则 减少用资等等 为什么今天有方要支持一个 更不对政下约的政策呢 最后想问有方同学 如果垃圾征费真的有成效 为什么在06年的试验计划里面 会因为市民反应冷淡而宣告失败呢 谢谢 大方全面所有时间为4分04秒 我过时无需求分 现在有请政方一副 主席 平潘 在座各位 大家好 刚才有方主辩问我们 我们的详情是什么 我们这个计划的详情是怎么执行 我们的计划呢 但是其实这些 这些的场景是否我们今天讨论的范围呢 我们今天讨论的范围是我们这个计划应否推行 应否推行其实是研究我们的 我们这个计划的成效 究竟大不大 我想先回应 刚才有方同学问到我们 我们的安... 刚才有方同学问我们 如何试验计划失败 我们的市民的反应冷淡 是否代表我们这个固体费物 收费计划失败呢 大家有没有看清楚 当年06年 试验计划失败 是因为市民觉得 政府所提供的胶袋比较容易穿 所以大家就不再想 没有意欲 将费物放入专用胶袋的意欲比较低 但并不是我们的计划不磨合 只是我们计划里面的配套未做得完善 当我们将计划的配套做得完善的时候 这个计划是绝对可行的 另外也回应刚才有方同学很担心 当我们推行了这个事 固体费物收费计划之后 会引致非法经济的情况严重了 但其实有方同学是否过于担心呢 我们污水处理计划 污水至污染者战负计划 其实推行了一段时间 大家会不会为了逃避 家里用少点水 而交少点污水费 就去到公众的地方去冲浪 去公众的地方洗碗呢 这些其实的情况是很少 我们当然不排除有这样的情况出现 但这些只不过是个别例子 有方同学无需过分担心 这个非法经济的情况 另外 有方同学问到我们为什么要用 这个惩罚的方法去进行这个计划 其实我们将这些钱收回来之后 正如我方主编也提过 我们这些钱是会专款专用 豪卫专款专用就是我们将它剥款去 减费研究 减费教育 以及支援环保采购方面 我们这样不单止可以从源头减费 还可以利用这些金钱去做 研发更加完善的配套 去令到我们的环保行业做得更好 大家都知道环保并不是一个小型的工程 我们需要很多的配套去配合 我们并不是说推出了这个政策之后 就没有其他政策去支援 我们也有例如征收交代税 或者将交代税推行到每一个全面的零售商 都要征收交代税 其实我们是环环相扣去配套 去配合这个计划去完善的愿 令到这个计划可以顺利地进行 多谢各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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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方徒说如何收费 收多少钱 有什么罚则 预计可以减少看到垃圾 全部没有跟我们说 我想问我们如何判断成效是如何 最后如何判断到用不用行呢 有方徒乃如果不交代这些细节的时候 我就想问大家 如何令我们信服有方徒乃的计划 是可行是会行得好呢 有方徒乃说要按量收费 其实按量收费都是有外国例子的 外国究竟是怎样做的呢 就是要规定买一些收费的垃圾袋 按回垃圾袋的容量就去收费了 但今天有方徒乃一相情愿 以为行了垃圾收费 就可以等于从源头减费 但究竟事实会是怎样呢 由107动力去做的研究就告诉我们 有八成市民跟我们说 如果行了收费计划之后 就会把垃圾压小 然后就放入垃圾的垃圾袋 最后垃圾的数量有没有减少到呢 没有 原来有方徒乃搞完一大量之后 在他们计划底下 就是把压小垃圾的工序 又本来由垃圾车造 变成现在由人手事物造 到底又有什么位呢 其实如果有人不想压小垃圾 那么辛苦的话 又可以怎样做呢 原来都很简单的 就可以把你的垃圾 用一些普通的超市胶袋 带起它 放到街上的垃圾桶 有方徒乃又可以怎样做呢 台湾市民就是因为 行了垃圾收费 想避免垃圾收费 就把自己的垃圾 放到市政府门口 这么大的漏洞 有方徒乃究竟你的成效 是从何谈起 还是你的计划 都只不过是形同去切呢 有方徒乃想说 用污者置库的原则 但我想问 今天如果是污者置库 是放出市可以街行的 难道我们现在开冷气 如果低于25.5度 又要收费 洗澡 洗得久了10分钟 又要收费吗 有方徒乃可否解释清楚呢 第二个问题就是 有方徒乃忽时执法困难 其实香港都试过行 类似的收费政策 06年行的建筑费务处理费 就曾经令人寄予厚望 但结果是怎样呢 就是非法倾倒数字 急剧上升 由实施前的每年三百多钟 大幅升四倍 去到第二年的一千五百钟 因为非法倾倒建筑废料 就令香港少了四个维园 这么大的生态环境 09年 在上水河上乡 就有大片农地 被人非法倾倒建筑废物 这么严重的问题 有方徒乃又打算怎么解决呢 其实政府都试过做研究 都跟我们说 说收费计划 在香港并不可行 有方徒乃又打算怎么解决呢 多谢各位 下方一步取往时间为三分零六秒 报过时无需求分 现在有请正方宴赴 你有三分钟的时间 准备好请下计时言时议 主席、评判、在座各位 大家好 多谢刚才有方一煮面和一库的发言 刚才有方在煮面的时候提过 有一半的厨余是会被谈到 但根据环保署的数字 每天其实大约有九千公吨的固体废物 当中有三分一是厨余 三分一是可以回收的垃圾 剩下三分一就是不可以被回收的垃圾 我想问一问有方徒乃 所谓一半的厨余的资料在哪里 这里我想弄清楚 另外有关非法棄置的问题 无论有方同学说的是后楼梯 或者到底是否随街扔 首先我解答了随街 如果你说随街丢弃垃圾 其实香港现在已经有一条法例 就是公众清洁及防止滋扰条例 就是任何人 如果你将一袋垃圾 将一袋垃圾 无论是否用垃圾袋 只要你放在垃圾桶里面 其实已经可以构成这个法例 已经是违法的 已经可以拉脱的 其实还有我想重申一点就是 在执法上的难度 这个是监管机构的问题 这个是监管机构的责任 和政策本身的成效是无关的 请有方同学不要混淆视听 另一方面 其实另一样东西我想提的就是 虽然政府在这几年 都做了很多的政策 去支援环境保护 但是其实成效是不高的 为什么我这么说呢 虽然回收率从2004年到2009年 是升了9% 但是这个数字是不足以去反映实际情况 为什么我这么说呢 今天我们想推行收费计划 其中一个是想做到源头减费 源头减费虽然回收率是高了 但是其实每一年的垃圾数量 是上升了 由2004年的570万 上到2009年的645万 这样其实就算其他的政策 做得到回收率高了 但是你在源头方面的数量 是没有减少的时候 同样地是不足以应付 对田区所面临的压力 另一方面就是虽然回收率高了 但是我想讲一个例子 这个数字是不足以反映 现在实际回收的情况 为什么我这么说呢 就好像去年 其实费纸大约有1000多公吨被回收 但是被送往堆田区 就有两倍之多 大约有2000公吨左右 其实就算回收率的数字上升了 但是其实是不足以去反映 其实现在的政策回收政策是足够 或者已经是妥善 所以其实我们要透过这个收费计划 令到市民将一些其实可以回收的垃圾 让他们帮排分类 令到他们自觉地将这些垃圾分类的时候 这些已经不是垃圾的时候 他们就不需要收费 但是如果真的没有办法 已经是固体垃圾 那他们当然就要按量收费 其实在这个计划里面 我们是鼓励市民将垃圾分类 令到提高回收率 以及将一些没必要的垃圾 减少在源头上减肺 这个是我们收费计划 正正想带出的意义 希望大家会明白 我方的立场其实是这一个 希望大家多感谢 范芳已会取消时间为3分0 达入6部国事业无需求婚 现在有请范芳杰富 没有3分钟的时间 准备好请向计时宜 主席 评判 友芳同学 在座各位 大家好 听完友芳同学三位别人的演词 我真的很幸福 今天我们立法会议员狱的态度 跟友芳同学不同 我们今天推出一个政策 原来只可以空谈理念 连细节 连详程都不讨论 就可以知道应不应该推行的时候 这一件事 究竟是不是一个理性的讨论态度呢 友芳同学今天细节 他没有告诉我们要收多少钱 但友芳同学一个垃圾袋 收1元 收20元 收50元 市民的反应已经可以很不同的时候 你怎样可以连收多少钱都不跟我们说呢 友芳杰一副都承认的 试验计划行得很失败 他说因为配套未完善 所以才失败 但友芳同学有没有跟我们论证过 今天你们所说的方案 跟当初的试验计划有什么不同 为什么当初的失败 今天不会再重现呢 友芳同学 你没有说到细节不特止 连执行的详程 你都没有跟我们去说过 你今天有没有跟我们说 你想参考的 究竟是台湾的模式 韩国的模式 还是日本的模式 这些模式在香港又做不做到呢 全部都没有说 我们又怎样去讨论今天的辩题呢 其实在座各位 今天的情况很简单 假设我想丢了我手上这一盏的辩卡 如果拿着友芳同学的方案 我拿回家丢就要付钱 我放在那个垃圾桶 中大的垃圾桶就不用付钱 相信在座各位都会选择 放在中大的垃圾桶 如果今天有方同学 根本没有跟我们论诚过 为什么我放在中大垃圾桶 它是可以捉到我的话 其实实施了今天这个制度之后 全香港的市民 都可以将他们的垃圾 放在中大垃圾桶 然后逃避了整个制度的收费 有方同学的义父告诉我们 不是的 现在有法律 如果你把一袋垃圾 扔入垃圾桶 就是违法 我就不明白了 我们在郊野公园 烧完烤 然后整理好一袋垃圾 我们都是扔入郊野公园的垃圾桶 如果我们不扔在那里 按照有方同学的理论 是不是要拿回家扔呢 今天垃圾桶 加上不可以的 就垃圾 这个原则究竟对不对呢 其实有方同学 你今天就说了 污者置腐的原则 但其实政府的责任 是不是说一声 污者置腐 就可以逼市民给钱呢 今天污染问题严重 责任究竟在哪里呢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 在街边喝过妥娜 想找回收箱 找不到 去换具饭多成买了个模型 打开任意的法宝胶 竟然更大个模型 今天 今天我们找不到回收箱 是不是市民的错呢 这些多余的法宝胶 又是不是市民的错呢 增加回收箱 政府未做 生产者责任计划 政府都未做 这么多可行的政策 都未做的时候 就贸贸然推行一个 懲罚性的措施 在市民的荷包里面拿钱 这样究竟合不合理 这样究竟是不是政府应该有的态度呢 多谢各位 反方以后想用时间为2分57秒 无过时无需扣分 现在为台下发问环节 这部分是由正方台下提出问题 然后再由反方台上辩论员作答 接近台下 之后反方台下再提问 再由正方台上辩论员作答 如此类推 直到每方均向对方提出3题问题 提问和作答的辩论员 均有一分钟时间发言 台上作答前 另外会有一分钟时间准备 发言时间终结前的15秒 将会明钟一下 一分钟后就会明钟两下 发言者必须立即停止发言 请问对蔡三方对蔡规有没有疑问 没有的话台下发问环节正式开始 现在有请正方提出第一题台下发问 有请正方 对了 我想问有方 不好意思 准备好转化 计事员事宜 有方说现在推出的法案 全部都没有细节 推出人数 不过定格法案的人 他不过不自己定义所有的 他一定是透过其他人的质信帮助 公开质信等等才知道细节 而今天我们在这里讲的是 作为决策设计这个计划的人 我们不应该把执行的细节都讨论了 我们应否推行 只是原则上的商讨 自己的實際定質行是應該加回後期的同學負責的 謝謝各位 我想問你會怎樣回答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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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一分鐘的時間準備好請問計時連事件 評估在座各位 今天有方堂也繼續在座講不用談細節 其實道理很簡單 我們看看立法會現在做了什麼就知道了 我們立法會現在定立議案 譬如說真的要定這個條例的時候 我們要不要談怎樣做呢 如果要談的話 你不談這些計劃是怎樣做的時候 我想問有方堂你想見到的成效 我怎樣可以告訴你略得到呢 有方堂你想說減費的成效 但是你連細節都不跟我們說 那你叫大家怎麼相信 你的成效是可以做得到出來呢 如果按照有方堂的和出 是否立法會以後審議案呢 只想說一下理念 大家在那裡聊聊天 然後細節就留給其他人談 不用管了 難道我是這樣做的嗎 這樣做是怎樣是一個合法的制度 我們怎樣可以確保我們的制度行得好呢 謝謝各位 謝謝大家 現在有正確的方向第一天遙佑堂下返馬 沒有一分鐘時間準備好先行的事緣 試試試試試 評判主持在座位 今天有方不斷強調一個數據 就說有3000噸可以回收的廢物 我就想有方來跟證一下你的資料 其實香港早在04年已經推出了家居廢物 自願回收計劃 我們的回收率由過去14% 升到現在接近50% 當我們見到自願計劃這麼有成效 我知為何我們今天要推入一個懲罰機制 還有如果今天市民分不到內 因為家居小分不到你 為何你們要他強行給多一筆錢出來 自願講不過去 有方今天由頭到尾都無論證 究竟這個計劃有多少成效 我們見到其實家居廢物近幾年來不斷都沒有升 如果市民都不斷沒有升 有方你證明給我看 究竟如何可以跌倒這些家居廢物 多謝各位 我記得要有任何方向前居廢物 我記得要有任何方向前居廢物 現在有任何方向前居廢物 我喜歡看 因為在家居廢だから 沒有 你有些分钟时间准备好,请看计时不迟疑 在座各位,首先多谢有方的提问 其实有方提出了回收百分率已经由40%升到49%到09年为止 但我想提出的是,其实我刚才提出的数据是 现在每天还有9000吨垃圾的都市固体费物 还要去云王堆填区,其中有3000吨是可以回收的垃圾 刚才在我的演稿里也说了,其实现在的回收率虽然高了 但这个数字是不可以反映到实际情况 是因为其实还有很多垃圾是可以被回收 其实这些都是一些资源 为什么我们要选择把它挫配送去堆填区 而不把它加大一个回收率 为什么不肯走多一步呢,谢谢大家 现在有请正方做第二次谈下发问 你有一分钟的时间准备好声音的事员事宜 刚刚有方同学就不断地说非法谈到的问题 但其实非法谈到呢,我们现在有一段条例 刚刚我们的点也说了 在这个公众建成及防止防妖附件 这里面有提到,就是无论你用包装好 或者没有包装家居废物 扔到垃圾桶都已经是犯罪了 我想请问有方同学问你,为什么可以不断地斟着这个问题 而推到这个疑问 但问题这个只是执法监管的责任 而不是我们今天的责任 还有我们今天讨论的只是应否推行 而不是这个详情 谢谢 谢谢你的一分钟时间准备 你这一分钟时间准备好请向计事员事宜 有方同学呢,刚才他跟我说 一开始就说一袋垃圾,扔到垃圾桶是不行的 现在呢,听到我说完郊野公园的例子之后呢 他说不是,要家居废物一袋就下去才不行 那我就不明白了 我如果走出街,拿着一袋家居废物 打算扔到垃圾桶的时候 有个警察叔叔看到我 里面是一袋垃圾桶 我如果跟他说,不是的 我刚刚烧完食物 这袋废物是那里来的 不是家居来的时候 我想问这个警察叔叔 可以怎样判断这一袋 究竟是家居废物 还是烧完食物的废物呢 如果判断不了 这个本质性执行的难题 有方同学究竟有没有解决过呢 其实非法谈到的问题 不是我说的 外国各国家做的例子 都告诉我们是有这个问题的 台湾做完之后 看到市政府厅门外一袋袋垃圾 这些失败的外国例子 比比街市的时候 有方同学你为什么可以完全忽略呢 多谢各位 欢迎订阅 来到第二次台下发问 另外一分钟时间准备好 请开计时 严慎 与时 依 最终的各位大家好 友方今天出来和大家说 我们还有3000吨的可回收费物 他说我们为什么这些可回收费物 要让它堆积它这么浪费 为什么我们不善用这些资源呢 环保主义的资料就和我们说 原来我们香港的回收率 现在已经是全世界最高的几个地方之一了 但是奈何 香港的回收业色味 我们这些回收了的费物 在香港没办法做都再做 所以只要送去外国 或者到头来都是送去堆田区 而且107动力研究所的资料就和大家说 有8成的市民已经表示 他们的垃圾已经再没有减少的空间了 市民就和大家说 家居垃圾没有减少的空间 但是今天有方就要硬一刀切 向他们收费 到底今天这个方案 是不是符合到他们主便说 从源头减费的目的呢 多谢各位 好的 请不吝点赞订阅 请不吝点赞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香港一再再强调回收率已经很高 已经去到49% 但我想强调的是 其实如果你说这些可以回收的垃圾 都可以循环再做的时候 其实是相得益将 香港的资源会更加多 亦都会更加少 亦都可以舒缓压力 至于刚才有方法提出 其实香港的回收业已经应付不了 我相信一个政策推行 相信亦都需要其他政策配合 其实这个方案是其中一个环保的优惑 因为环保不是单一的事业 除了这个政策 亦都需要其他政策去补用 所以其实这个环是很重要 其他的事同样都需要去同步 这样才可以解决到问题 还有其实都市固体废物 就不是只是家居垃圾 其实还有工商业的废物 都一样是属于都市固体废物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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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策 seç嬴 鼓掌 还有一个项目的关注為 selfish 我们看到有方同学 不好意思,可否重新開始? 叮了之後才開始?準備好了嗎? 我們可以看到有方同學對於我們實行這個計劃的細節 是非常有興趣的 而且不停地提出一些假設性的飛爛 雖然他們可能是透過一些外國的資料 去進行一些數據支持的 但是這個實行的過程 或者實行出來的結果 是否你們可以預見的? 你們提出的放出街,放些垃圾 或者非法傾倒,或者放去郊野公園 有些很明顯已經觸犯了現在的法例 但是為何還要建議呢? 另一樣就是有方同學非常強烈地 預設所有人都會這樣做 這是一個普遍性的行為 但是又是否呢? 你們又有沒有提出其他建議的解決方法提出呢? 是沒有的 那我想問的就是 是否解決了這些細節 那這個我們的方案就是可行呢? 謝謝阿倪 謝謝阿倫 但成效我就真的遇见不到 因为有方同学竟然什么都不跟我们说 搞多少预测完全没有 那又叫我们怎么信呢 有方同学跟我们说 不是啊 非法谈到其他那些有法例 有法例我都知道 就好像现在这样 非法谈到建筑物够有法例去检控它 问题是怎么样 四个维苑这么大的生态面积 不见了 2009年的农地被人拿来非法谈到 这些实实在在的问题 有方同学跟我们说 有法例 这就是解决得到 其实有方同学说我们方没有反建议 其实可以再看一次 我们的主编已经说了 我们反建议可以资助我们的商家 可以用更衡衡物料 更衡衡包装 可以去发展其他存余回收中心等等等等 都比有方同学的建议更加立杆 建议更加有效 那我想问 为什么不是行这些建议 而是要做一个成效不将 又不能执行的政策 多谢各位 请要请发行一份三次投赫三文 你有一分鐘的時間,準備好聲韓的事緣事異 事麥事麥 評判在座位,今天有風頭他打算補家居廢物的法例 但有風頭他連執行怎樣都不太清楚 他說,家居廢物是不能丟在路邊的 但有風頭他問,你怎樣定義家居廢物呢? 我在酒樓喝茶看完報紙,丟在家裡的垃圾桶 和在家裡看完報紙,然後丟在那裡的垃圾桶 兩者有什麼分別呢? 是否我在酒樓那份報紙丟在家裡的報紙丟在家裡的垃圾桶 有風頭他定義搞不清之後,有些細節問題他又不回應 如果我喝完水,我丟在這個場地的垃圾桶 有風頭他問,我有沒有做錯,有沒有犯法呢? 今天我方並不是假設 我方見到的就是,日本失敗 英國失敗 台灣的垃圾全部丟在市政廳門口 有風頭,這些外國的例子有風頭 怎麼算成功呢?多謝各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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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詞曲 李宗盛 有方同學很感謝你 你所說的交樁和報紙 你知不知道其實可以放入回收箱 這是可以回收的報紙 為什麼你們要選擇到垃圾 而不是真的回收呢 難道你們的環保意識真的這麼低 這些就是志願性計劃和強制性計劃 的分別在於這裡 為什麼我們不可以做到 將細脈和報紙交樁放入回收箱 就是因為沒有強制性的計劃去實施 令到市民的義勇增加 和增強他們的環保意識 有方同學請你們的環保意識 可不可以提高一點點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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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 準備 準備我 我想問一下有方同學 其實你今天提出來的反建議 就知道商家 減低他們的包裝成本 但其實我想舉出一個例子 就是其實 譬如在南行這樣 有些環保人士 就曾經見過 他們真的會有市民 將包裝送回去 給他們的商店 然後跟他們說 我不允許包裝 因為我拿回家 是要付錢的 其實這樣無形中 其實生產者都會有壓力 市民 當市民和生產者都有需求的時候 他們就自然會減少他們的包裝成本 或者他們的包裝數量 其實我想問 其實我們都贊同生產者是有責任的 但其實剛才我所說的 所有環保的政策 不是說一個問題就能解決 其實你是要相得應張 但其他的政策都要同時間做 才會有效果 不知道有方同學有甚麼見解 好多謝有方都承認了 我們要從包裝入手 我想問有方同學 現在非法談到個案多了四倍 你怎樣解釋呢 其實非法談到個案 其實我方一再重新 這些是監管上面的問題 請有方同學不要混亂視聽 將監管的問題 列入這個立法的問題 因為其實監管機構 物力和政策本身到底可不可行 其實是沒有關係的 我想問有方 如果有市民不用專用膠袋 用白階袋等垃圾 你怎樣捉 那就犯法 那你怎樣捉他 食環署的人員如果見到 就會捉他 是不是時時刻刻在下樓梯等 其實如果有方同學 你要講到這麼仔細 其實任何一個法律都有漏洞 如果法律是完全沒有漏洞的 那要法院 要法律來做甚麼 還要裁判庭來做甚麼 還要執法人來做甚麼 那這個世界很美好 其實每個人都會自論 沒有問題會發生的 問題是 今天我們講了這麼多漏洞 有方同學一個漏洞 都處理不到的時候 有 請有方同學 請有方同學提出你的漏洞出來 有方同學說了這麼多次 原來你沒聽到 非法談到問題很嚴重 我等下樓梯捉不到 那你打算怎樣解決呢 有方同學 我一方已經一再重申 這個是監管的問題 而不是政策應不應該行的問題 因為如果我們推行了一個政策出來的時候 政府自然會有陪套措施 就正如食環署 那他會派專制小組去巡視 如果他發現那個屋苑 是有很多這樣非法到 傾自倒垃圾的問題的時候 你認為政府會不會再去做出相應的措施呢 有方執行講不過去 我想問你細節 一個交代收多少錢呢 應該 有方同學 有方同學 我想問收多少錢真的重要嗎 只要價錢不是沒有意義的話 就已經是不重要了 如果他有收錢的話 他就自然可以從源頭減費 是不是 如果一個交代收一毫子 有沒有效呢 其實有方同學 你今天把這條面題的重點完全擺錯了 我方已經一再重申 其實我們今天目的 不是跟你爭吵到底交代收多少錢 到底有多少人會出去扔垃圾 我們的目的 希望是源頭減費 有方同學 有沒有把焦點擺對呢 我方都明白要源頭減費 但是一個交代收多少錢 是直接影響成效 為什麼有方不聽呢 有方同學 今天能否否否認推行這一 推行這一 請停止發言 有方同學 我們今天問了你很多次 細節你怎樣行 你不跟我們說 收一毫子 和收二十元的分別 這麼大的時候 你竟然可以說 大家有共識就可以了 究竟合不合理呢 我們又再跟你說了 可能性的問題 你怎樣解決 每一條法例 我們不是說有漏洞 我們就不做 但當我們看到漏洞這麼多 原來成效都不會有的時候 你都還堅持去做 究竟這個不是妖物的政策 是甚麼呢 香港我們看完了 不如我們看看外國 外國 我們看到日本 英國 都有做的 但他們得出的結果 都是一樣 就是失敗 做了兩個月就取消失敗 台灣做完之後 市政府全部都是垃圾 失敗 那麼失敗的例子 有方同學不看 堅持要將一個失敗的政策 推離香港 究竟是否市民之福呢 有方同學不停說收一些錢 可以用回到那裏 但我想問政府做環保 為何不應該政府出資 而是要向小市民開刀呢 現在呢 通脹問題很嚴重 竟然還要小市民去壓我去支 那究竟是怎樣說得過去呢 從頭到尾呢 有方同學呢 其實他今天呢 就是告訴我們 不是喔 你收了呢 那就可以增高這個回收率 但問題是 我們看到香港現在的回收率很高 錯的呢 不在市民那裏 我那天呢 走出街 看到那些人呢 將三式回收箱裏面的垃圾 倒入一個垃圾車裏面 沒有回收過 原來呢 現在做錯的是政府 他沒有去做一個善後的工作 處理那些回收了的材料 而不是市民呢 他們的回收意識低 那如果有方同學 今天推出一個環保政策 都不可以跟我們對證下約的時候 究竟 你這個政策 還可不可以講過去呢 有方同學呢 不停跟我們講話 從源頭減費 但我方已經講過 調查顯示有八成市民 說不會減到費 只是把垃圾壓小了 由垃圾車變成人 多謝各位 希望大家結束 我們將三分結合 一分鐘時間準備 了解 依照肺炎次罪有请反方欠编 你有四分钟的时间准备好情向计事业事业 望子成龙望女成风 相信这个是在座各位父母的心声来的 其实我父母对我的要求都很高 他们都很想爱很好的成绩 有美好的将来 但是他们废尽心思 是不是就等于他可以为我们做得最好呢 其实很多时候空谈理念并不是一定对的 环保减快理念我方大力赞成 但这个不是有方跟我可以罔顾可能性的借口 面对市民的权利 工商界的营商环境 这些法制实行的局限 将这些都置之不顾 难道就是一个合法的施政态度吗 套用有风今天提到 施政仔原来只要可以环保的心就万事俱备了 那为什么香港不立法禁制全民开私家车 为什么看到提款机 便利店 甚至是写节流都出现通宵运载的时候 这么耗用能源 香港也都不立法说 商业大厦九点之后就全部关灯关键了 这样呢 如果有方同学觉得为了环保就什么都要做的话 我们就要问了一对矫黄过正的父母是否就可以有利孩子的发展 不要说到那么远 最近我们见到最低工资的立法 原来当这个被社会推崇为劳工救星的政策要实行的时候 都引起了无数社会的争议 引出的是执行的困难 保障、环保这些理念大家都很认同 只是空有一个好理念 是否等于可以建构出一个好的政策呢 今天我们见到废物收费计划 未执行已经有这么多明显 又难以堵塞的漏洞 执行上的困难 香港的环境是否真的这么不值一提呢 有些朋友偶然都会跟我谈诉 他们说无论他怎么做成绩怎么进步 他们的父母依然觉得他们的进步空间都还有 所以用了些惩罚的手段不断吹鼓 当要求慢慢变成苛求 越来越重的压力 令到物极必反 他们的成绩不升反跌 其实今天香港人已经有一项环保的热成 在政会虚广之下 回收率以至环保工业认证 ISO4001的商家参与率 在几年之内都倍数上升 硬件市民 商人都有薪减肺 只是审视业况 费物的产生我无法避免 例如在营商的过程当中 商人要弃止一些不合规格的 或者过期的产品 亦都是无法效非 有方跟我全场说要功夫环保 要我们做好环保 但固体费物的压缩空间 是不是真的有这么多呢 子女无法科科低百分 到底真的是他们懒 真的是他们的底乎 从来环保 教育 甚至施政 都不是说靠佛 靠逼就做得到 做得好 明白背后的意义 不能够有恰浪的渠道实质 就算他们有心做 都做不到 培育良好的公民意识 教下一代环保的重要 向来是重要的 但是到了2011年的今天 环保意外 我们都要用整体利益 作为依规 要搞好环保 不应该再局限在环保的框框 更加要放眼香港 放眼香港和鄰近地区的整体合作计划 主席 评判 在在各位 不知大家有没有认真看过 香港新的飞龙标志呢 正如父母都希望自己可以承诺 作为一个香港人 我也都很希望环保的理念 可以实践飞龙标志的象征意义 用一个积极 务实的取态 将环保配合社会的发展 实践出一套持续 可以持续发展的策略性难途 透过共融 参与 真正做到绿色社区 你我共享 多谢 靠分之调 使用时间为3分75秒 无过时无需求分 最后有请政方结议 你有4分钟时间 准备好 请看计时宜 试咪 试咪 麻烦 主席 来 试 主席 评判 各位 大家好 今天我方不是要求 大家都要做到科科100分 我们要的是那个进步的空间 今天我们见到每天都有 傾倒了9000吨的垃圾出来 里面有3000吨的垃圾是可以拿去再回收 为什么今天的同学 他的环保意识还是这么低 还是要把那些胶瓶 将他的稿卡 扔到中大的垃圾桶呢 为什么你不可以拿一口告卡 拿去回收箱呢 当你要知道 你自己要付钱去扔一个垃圾的时候 你会不会扔下去 你要用钱买回来的胶袋里面 增加它的重量呢 主席 评判 试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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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有方和我们说 要讲理念都要讲一个实际的可行性 但是你知不知道 原来政府推出这个大纲的时候 还没过去的咨询期 今天你和我们都可以去 和政府提出你的建议 刚才有方同学就说 六千元拿去哪里呢 大家记不记得 本来政府是不派六千元的 但是如果谈完之后 你可以有个机会 和他争取 发出你的声音 六千元现在派给你了 你可以拿去捐给一些慈善的机构了 在实行上 虽然有方的同学说 很多的细节我们未讲得清楚 但是是不是因为 每一项细节 都要谈到他 我几多点钟 要去查他 要去检查他的后楼梯 有没有人非法谈到垃圾的时候 你是不是低估了市民 去遵守这个法律的一个自愿性呢 主席、评判、座座各位 这个是说一个计划的监管不足 而不是这个计划的 应不应该走的一个理念 因为如果你认为它是应该走的时候 大家应该一起去商讨 我们实行上如何去走 在座各位 这个监管不足呢 政府就是 有方的同学就问到 现在是否要政府出钱呢 现在政府正在供你读书 即是在付钱 那些钱是怎样来的呢 你一下子把责任全部推到政府 要政府给钱处理垃圾的问题 就没问题了 但你知不知道这些钱是哪里来的呢 就是纳税人给的 原来每年的12亿 都是纳税人在自己的河巴上 要帮你们处理垃圾的问题 但你知不知道 原来这些务者置库的原则 就是要把这个责任推回我们自己的身上 你扔了这垃圾 你就要付钱 这个是说一个责任的问题 你应该要这样做的问题 主席 判出了个位 这个试验计划失败 有方同学说过这个试验计划失败 他就说 因为试验计划失败 我们就不应该走这个计划 是因为这个试验计划 它是试验的性质 它是志愿的性质 它是奖励的性质 而不是一个惩罚的性质 我方一再强调 为什么要加入收费 就是因为要加入一个经济的诱因 去逼市和引导市民 去做这个更环保的行业 主席 请观 再次各位 環境局局长邱藤环 曾经在一份2030年处理费物的蓝图里面说过 政府不是什么都不做 不是推行完这个计划出来 就已经做了它的本分 它是在重点那里强调了 除了要推行这个收费计划之外 还要确立一些生产者的责任计划 也都会推广征收交代税的对象 也都会做一些配套措施 例如是加强一个回收的配套 加强一些巡查等等 当政府有一些这样的配套措施 当政府推行了这些计划之后 有足够的配套措施的时候 有方同学你还担心些什么呢 今天市民工业和商业界所弃智废物的习惯 已经变得很恐怖了 我自己就住在日出康吃的 但原来每天起床 我一吹风就要闻到一阵很难闻的鼻液 主席 评判 各位 我希望你明白 我这种很难受的感受 我不想再忍下去了 多谢各位 欢迎订阅所有的时间为 市民工业务议员 在公布赛号之前 有请平铺华我们分享的意见 首先有请陈奈泰先生 今天双方的学校变得很好 但是当年游戏来说 比赛一定会有胜负 其实我觉得胜负方面 我本人觉得 组织能力和取得的材料 资料比较丰富 同意来说 也可以看着对方弱点 而去重点的攻击 我看到一件事就是 如果 比如说 另一方面 比如说 副国方面来说 多些不能做一些事前的 一些准备功夫 拿多一些数据或资料 他支持自己的看法 如果可以带动对方 跟着他走 就会主动权在自己 凡辩论 都是看主动权在哪里 我们一定要进攻 进攻来 比防身好很多 例如今次的说法 比如说 我们作为一个正方的看法 就是我们说 政府应不知道 要是 问题就是 要是固体的废物收费 都计划 要是如何推行 我们重点在推行 我看到问题是 要是推行 政府因为这个推行 原因就是 看到现在很多 非法谈到的 一些泥头 固体废物 这些问题是很严重 令到现在的延坏 甚至乎一些可以焚化的东西 都在这方面 是不能够要负费物的问题 那我们要多给一件事 政府 为什么要做一件事 我们怎么能够做到 市民支持他们 我们要说些什么据论 来到市民的支持 那这些计划 才能推行成功 就不是把问题 放在环保方面 就是怎么样 不是这样做 就是不环保 其实问题不是在环保方面 重点不在环保 而是我们应不应该去做一件事 我觉得如果把问题 带动了去 应不应该去做一件事 在这方面 胜算机会会更加高一点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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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今天的表现 双方都是非常出色的 有什么地方可以进一步改善 或者说一下 一开始的时候 两边的主编 其实都提出了很多论点 其实很丰富 但是丰富的论点 其实需要一个框架去支持 我相信两方面都可以去改善 正如刚才所说的 其实我们需要做的东西 是设定一个计划 而不是给另一边牵着鼻子走 这里我不是说 纯粹正方或者反方 其实两边 其实都有这个情况出现 就是 似乎是对方提出了一件事 然后我们就不断攻击对方 那一件事 但是如何提出一个新的东西 这是一个问题 例如反方那一方面 讲了很多都是有关 如何去执行 具体细节的问题 到了一个阶段 其实坦白说 评判几位 都有些觉得 滑斜波理论用得太准 似乎已经是有些 可能比较过头的问题 甚至可能会反而削弱了国水局 其实反方不只是可以反正方 反方其实可以提出反建议 这方面讲了少少 但其实是可以提出更多的 这方面 他讲出有些什么方法 可能更加好的 这一点都可以讲 那正方的方面 也都一样 其实也可以设定自己的计划 其实刚才提出了很多东西 例如有关不同的解决方法 那和你提出的解决方法 之间的相互在哪里 刚才似乎只是比较轻大 又或者是刚才一开始 已经讲了我们定义的固体废物 除了是家居之外 也包括工商业废物 但是发现我们刚才 九成的时间都到了家居废物 重新定义问题 结果可能会不同很多 所以觉得双方面都一样 其实我们有很多 很多还不需要讨论的事情 我们怎样可以透过重新定义 那条问题 其实玩下手会得到不同的结果 谢谢 谢谢 接着来是宣布赛果 最佳辩论员将会获得 价值300元书券一张 今场最佳辩论员是 香港科技大学二傅黄雅萍同学 今场出线队伍将于 2011年6月5日 与仓塞第二队出线队伍进行准决赛 有关长情可向主办单位查询 今场的比赛结果是0比5 由反方方计大学称出 有请自由党主席刘建延 与议员代表主办单位颁奏 准备最佳辩论员 请留议员能报 请留议员能报 请留议员来拍照留念 有请林议员一切拍照 请留议员一切拍照 有请林议员一切拍照